中部科學園區的核營光電的董事長 許賢彥 今天我們有叛了參加提升中科研區產業 AI化智慧製造技術應用計畫 我們非常高興 因為對我來講這剛好是一個很好的時間點 因為原來我們的生產基地有分台灣跟大陸兩個地方 去年因為諸多的原因 我們把大陸的生產基地逐漸的關掉 回到台灣來 當然我們的製造模式、生產方式 不可能會跟大陸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很需要把智慧製造的方式 這個技術把它用到我們台灣的新增加的生產線 還有我們要新建立的新的廠 所以剛好中科管理局跟公園院機械署一起合作 這個計畫 剛好這個時間點非常有我們的需要 因為這個計畫裡面提供的專家 也提供了很多的像公園院這方面 在智慧製造很有經驗的團隊來協助我們 所以對我們來講這一個非常好的時間點 因為智慧製造對我們來講 當然我們也知道這很重要 但是才必須有一些有經驗的人 一些專家來協助我們 來補導我們 我們才可能用最短的時間把它建立起來 因為智慧製造這個牽涉到很多的領域 比如說製程的優化 設備的智慧化 勞動生產力的節省 工序的預測 庫存管理 品質管理 新產品的規劃 甚至到收入物 這些都是智慧製造裡面很重要一環 絕對不是說幾台設備自動化就是叫智慧製造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中科管理局跟公園的合作 是蠻全面的 而且對我來講最重要是時間點剛剛好 我們把大陸的產品 逐漸要縮掉 要移回台灣 然後把智慧製造加進來 我想我在這裡要特別感謝中科管理局 給我們這樣的一個機會 讓我們參加這個計畫 讓我們能夠縮短我們的智慧製造的學習期限 期待未來跟公園的合作能夠非常順利 再次的謝謝中科管理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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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